他現在沒有了,因為不能出見出缺 我相信對普京、對俄羅斯的形象也很大破壞 長期拖下去的話,顯然制裁措施就不會停 所以現在我覺得他有點發毛了 過去一個星期已經加強了對非軍事目標的轟炸 醫院、母型健康院、甚至劇院被轟炸 這很明顯是很離譜的行為 基本上已經是濫炸,去到濫炸階段 現在除了出導彈之外,最近較為尖端科技的武器 高速的槍速彈、所謂避守的導彈 就轟炸一些事實上是很多的非軍事目標 所以造成了很多無辜人民的傷亡 也都會令到一些烏克蘭很多東部、南部的城市 都退換敗啞 這些很明顯是很離譜的行為 所以拜登說普京是戰犯 甚至也有些人,包括前英國的首相 要開軍事法庭去審訊普京 我相信這也是反映國際社會對俄羅斯這種較為離譜的 以平民為目標的一些薩木就越來越憤怒 所以我相信這也是俄羅斯不能夠失措決 現在用到這些手段 希望嚇到烏克蘭人自己投降 甚至有些發洩式的轟炸 正經反映著,我也說過了 俄羅斯沒有辦法在正常的狀態下贏得這場戰爭 所以他現在用一些很極端的手段 希望去幫他在這個跟著的和談 所謂的會談裡面 現在傳聞就說 習近平會和普京見面 爭取最大的好處 令自己有一個好一點的下台街 我相信這個是他現在想達到的戰爭目標 現在的謠論就說 有可能是俄羅斯他擔盡良絕 就可能說他的武器不夠 才用到這些武器 另外一方面也關注他的武力申卡 他去到用核武那個基督有多少 其實都現在這些關注的憂慮 似乎都多了 博士 自然是 因為俄羅斯是全世界核武軍備最多的一個國家 它比起美國還要多 不過當然了 美國加起來也不差得很遠 不過似乎都是想嚇這個烏克蘭 也不排除這個核武威脅 但是我相信你對一個沒有核武的國家 運用這個核子武備的話 我相信一旦這樣做的話 後果就真的可大可小的 肯定會令到全世界更加難放過普京和俄羅斯 所以我相信用核武的機會應該是不大的 除非就是瘋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去對一個沒有核武的國家 人口軍力少你這麼多國家 你用正規軍打他不贏 你用核武的話 我相信這個只會令到普京更加難 洗脫自己這次的罪名 所以我相信暫時都是靠客的 但是他確實沒有辦法有效地結束這場戰爭 現在看來可能他也要爭取一個較為合理的下台街 所以現在暫時他用一些攬炸的手段 我覺得如果他再極端度繼續下去的話 只會令到他更加孤立 你看到現在中國開始的調子 起碼要調整 是吧 他不敢 像以往那樣偏向俄羅斯一方 背地裡怎麼做一回事 總之國際社會就要扮正義 起碼 所以你看到這個也是一種轉變來的 反映俄羅斯的處境比之前更加孤立的 那個攬炸的後果 剛剛博士也有提到 如果在國際上都想用一些國際法庭去審判他 如果他是一個戰爭罪犯這個罪名神難 或者是傾向這方面的大多數的民意 其實這些國家可否介入 現在暫時還沒看到 包括要介入的跡著 雖然是邊界那邊都要在這裡演習 我想暫時的戰火 它還沒把火頭燃燒到北約國家的話 因為烏克蘭又不是北約成員 北約直接介入的可能性是小的 也事實上不想為它用更加極端的手段 比如運用物武 提供任何借口 所以我想暫時就未必會直接介入 但是美軍的加入只是沒有派人去打而已 但是事實上北約或者透過美國透過北約 向烏克蘭提供各種較為先進的軍事技術 以至武器都是源源不絕的 也都有世界各地的志願軍去參戰 雖然北約以至美國沒有直接參與去戰鬥 但是他們的支援實際上都是一種參與來的 我想他們暫時就不會直接參與了 但是當普京的行為越來越極端的時候 我相信就會令到參與的理由是多了 但是什麼時候會是一個臨界點 我們不知道 現在口徑上都開始統一了 你看到美國總統以至歐洲不同國家的前領袖 或者現有領袖都將普京視為一個戰犯 一旦這個調子是定了的話 戰爭無論什麼時候建築都好 普京的處境就會很不利 第一 他可能哪裡都不用去 他一離開就可能已經被人抓了 第二 他累積的財富 特別有很多人放在外國的 以後都不用拿回去就肯定了 所以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個人損失 對他來說政治前途也受到陰影 俄羅斯國內也開始有一些人要和普京割席 包括了一些過去十幾年令到普京可以頒上這個寶座 還有長期在高位的這些所謂寡頭壟斷的財閥 蘇聯解體之後這些財閥就成為了俄羅斯最有勢力的一班人 也都是所謂他們的管治精英 透過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投資和金融活動 也都為普京帶來了很多的財富 以至一些國家的資金收入來源 所以如果這班人開始都有人要和普京割席 包括了有個別的富豪已經離開了俄羅斯 甚至有個別已經表示對這場戰爭有不同的態度 這個也是受到胡遜先生的第一階段的跡象 我相信他們都要照顧和保護自己的財產和他們的利益 當普京不但幫不了他們還會成為他們的負資產的話 我相信普京就算他不離開俄羅斯各境 所以不用擔心被人抓他去施政法庭受審都好 他在國內的安全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如果當他周圍都是敵人 包括一些以前的他的支持者 剛才說的財閥都離棄他的處境就會變得孤立 就算在俄羅斯境內 他都有可能面對一些 就是可能推翻他的政變行為 或者一些暗殺的行動都不出奇的了 所以其實戰爭拖延很明顯 對普京個人似乎都已經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了 現在看到美國有支援的標槍 反坦克導彈和切身式的防空的導彈 可能幾天就會差不多會去混回武漢 其實如果這些導彈這些武器去到那邊 似乎可能自己都可以利用這些武器做一個近飛區 如果真的要這麼強烈 如果沒有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有一點不舒服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要喝點水 我真的覺得很嚴格 如果沒有攻擊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反制 是不是?布希 現在已經是 其實一直以來 在德國 在北約 不同國家送去烏克蘭的武器 都是有效地令到烏克蘭 頂住俄羅斯的圍攻 甚至如果你相信那些數據我看到 就是俄羅斯軍隊入侵之後 損失了大量的坦克 裝甲車 直升機 甚至一些戰機 所以其實都在反映著烏克蘭 雖然人口不夠俄羅斯多 軍力也有六分之一 但是它的戰鬥力很強 那種強除了他們的意志之外 就是武器有針對性 能夠針對到俄羅斯入侵的隊伍 所以當美國這些所謂的始針式導彈 飛彈去到之後 它更加有效地可以控制著那個空域 就令到俄羅斯如果要派兵 比如散兵 派戰機去轟炸的話 所承受的風險和代價都會大很多 所以我剛才說了 世界各地其實是間接在參與這場戰士的 因為這樣的原因 令到普京是沒有辦法 短期之內取得勝利 甚至說優勢都不是那麼明顯 會不會隨著這些介入 所謂越來越露骨 會令到普京之難而退 或者會不會 現在的說法就是它已經 願意跟這個澤林司機面對面談 我相信都是其中一個尋求下台階的機會 看看關注中共在這方面的勒場 看到趙拉堅不斷罵美國 你這裡支援的是武器 你是不是想要更加多人的傷亡 我們就被烏克蘭換了一些救援的物資 你怎麼看他趙拉堅的說話呢? 另外現在最新的信息 布什都知道了 就是拜登和習近平談了兩個小時 之後當然了 大家這個是一個 就是利益牌的現象 中共公佈出來的信息 和美國公佈出來的信息 大家的步調是不一致的 就是大家是前途不一的 美國這方面的信息就是 就是給了習近平一個警告 如果你有任何方面的支援 我都會制裁 你會負上嚴重的後果 我覺得那兩個小時的會議 就各說各話 事後也沒有聯合公佈 可以很明顯自己各自說話 而美國在會見之前的立場 就擺得很硬很清楚了 你若敢給軍事支援俄羅斯的話 或者做任何事情去抵消西方國家 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的話 你就要付出代價這樣 所以這個立場就很清楚了 北京就沒有就著這些說法 作了一些回應 只是說自己立場一向清楚 希望廣和 不願意見到那個發展制感 實際上這個說法 就令人印象很難滿意 因為大家都知道 北京無論在對外的說法 在聯合國的投票 都沒有反對 都是反對對俄羅斯進行制裁 在聯合國的投票裡面 就是安理會的投票裡面 就投了這個棄權票 實際上在國內的宣傳上面 似乎就是偏袒俄羅斯 造成了小粉紅各個 做了俄羅斯的啦啦隊 這個已經很清楚了 所以它那個立場給人印象 沒有戲劇 那現在人家打到它 就是爛了 你才說給人道救援 給帳篷給棉皮 所以烏克蘭那個外長都出來 很強烈地批評中國 就是這位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 事實上也很難令人滿意的 就是講小句可能更好 就是這樣講更差 就是人家被人打到失彩 你不單止不幫忙 你甚至似乎是支持著打他那一方 接著你就說其他人不應該給武器 他去防衛 你應該好像我這樣被鐵打走他 那我相信這些說法就太過露骨了 所以那位俄羅斯官員 烏克蘭官員都說 根本不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大國這樣 那這些說法都相當之嚴厲的 那我相信這個也對中國的形象 國際形象 這次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 那無論現在說得多好聽 那被人的印象都是相對 可能真的被人覺得好像言行不一那樣 那這個我相信是一個普遍的觀感 現在總論你覺得習近平是這個時候 有一點點的轉體這個觀點 那祥是否跟他的連任有壓力有關呢? 現在都看到朱鎔基和一些元老 都出來有些信息放出來反對他的連任 當然那些信息有多真實 我們很難證實 但是你可以想像他改變遊戲規則 因為鄧小平確立了一個做兩屆 然後就是所謂集體執政這個格局 其實在鄧小平連改革開放之後 就慢慢形成一個慣例 他現在改變了遊戲規則 令自己的無限期做下去 自然就觸動了其他板塊的利益 所以其他人反對他 你可以想像都是無可避免的了 問題就是有沒有人或有些集團 是有能力的挑戰他的 那個人看法就能夠有能力挑戰他的 人暫時是見不到的 但是你說有個別 就是前領導人對這個做法不滿意 因而發作勞騷 那這個可能都是真的了 但是雖然我們還未證實到 但是可能是真的都不明白了 但是發完勞騷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改變的事實呢? 也都暫時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 似乎暫時都更有效地領導 國家管治一個國家 那在俄羅斯這件事的立場 我又覺得他在語調上 就偏向了中間一些 但是在行動上就沒有調整的 甚至美國就實來實始地說 說中國已經答應了 提供這個軍事的援助給俄羅斯 我們都不知道了 因為講到真還是假 我們都不知道 總之美國就這麼說 這個對於中國來講 都是一個很負面的說法 就是這場戰爭發生以來 其實世界各地也有不少的民眾 去伸援烏克蘭 就反對這一場的戰爭 但是見到中共的一些網民小粉紅 就講了一些言論 連到大家都覺得不合思議的 甚至他們說了 如果烏克蘭的戰爭 發生了一些男人都戰死了 等我們去接受烏克蘭的美女 這些連到大家都比較是反感 還有另外一方面 我看到報紙都挺關注 一個北京人在烏克蘭 就在那裏報導一些戰爭的實況 但是他都被中共那邊的打壓 他就說站起來了就不會過意 其實北京人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都連到國際上都怎麼說呢 似乎和小粉紅都對比上 都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那個時候 那位人士 我知道你說哪一位 他在俄羅斯入侵後 沒多久已經有一段影片 講到他在烏克蘭工作 他很多同事都是烏克蘭人 都是保護自己家園 保衛自己家人 那段影片出來之後 我們都知道他是誰 他這段影片差不多 都是講自己的情況 他講到自己就在 國內的親人聯絡的電郵 和相關的戶口都被凍結 他連和家人報平安都沒有機會 而他都越說就越憤怒 可以說 最初的影片就只是罵那些 說要接收烏克蘭美女的小粉紅 現在就連國內的一些做法 都公開批評了 我想北國內去到世界各地 有不少人 有部份都還是理性的 當他們接受到多元的訊息 知道這件事的流浪去密的話 當然有部份都還是很盲目的 這個事實 很多中國人去到海外 都是很盲目的支持一些政府的行為 但是少數好像他這樣的都還存在 我相信 他就變得很矚目 我相信這個都反映著 只要他有一個獨立的思考能力 和空間 只要他不受國內的宣傳 或者洗腦影響得太嚴重 能夠知道更多關於這次的訊息 和真實的情況的話 我相信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同意現在俄羅斯 進入烏克蘭的理由 什麼納粹主義 危害這個烏克蘭 一個這麼小的國家 危害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這些說法很明顯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而這次赤裸裸的侵略 我覺得應該很清楚地說 你知道的話 你就會知道自己應該的立足點是怎樣 我相信他是代表了很少數 仍然頭腦還清醒的中國人 但是這些人很明顯是不容於權勢 所以他所說的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他所說的 他國內的所有溝通的戶口 電郵都斷了 所以他真的有點憤怒 是啊 這場戰爭大家都很關注 因為始終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 都受到一種暴彈的空襲 所以其實這個前景 走勢大家都很關注 一方面關注俄羅斯的一些經濟 武器它可以短到多久 烏克蘭人能夠長大多久 國際的生活會有多少 其實這方面大家都很關注 當然也是啦 你看到烏克蘭炸到爛了 其實是很漂亮的地方 很多地方炸到爛了 這麼多人要離開自己的國家 做的變成爛民 小朋友變成孤兒 有很多平民死傷 我相信這場政爭的不義 是很清楚的 任何理由都已經再難立足了 我相信就清楚了 所以大家都希望戰爭盡快結束 問題就是俄羅斯和普京 它現在騎虎難下 它又沒有辦法控制烏克蘭 但是它也很失臉子 加上它現在也面對一些困難 當然想盡快速戰速決 逼烏克蘭簽成下之盟 但是烏克蘭又得到西方社會 在武器上道義上的支持 雖然沒有參戰 所以它也似乎有能力 撐多一段時間 越撐下去 對俄羅斯就明顯越來不利 所以我相信最慘的是 就是烏克蘭平民會承受很大的代價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有些人還要支持這個侵略戰爭 就是很明顯是很不義的侵略戰爭 在21世紀的今天 竟然動用軍隊 甚至現在用一些殺傷力很重的先進武器 去轟炸一些平民和一些非軍事目標 我相信我已經講到一種戰爭的罪行 也都是一個赤裸裸的侵略 我覺得任何有良知的人都譴責了 那一場糟糕 也都是有可能不利 但你也會為大家炸裸的侵略 他也沒有歸過 因為他的手法